所以我们今年我们已经 我觉得代祷者们 我觉得很佩服我们的代祷者 我们过去的一百天 很多的不同的群 很多的基督徒代祷者 这个叫做连锁见识祷告 我在一个群里面 他们连一百多天 现在问题还没解决的时候 还持续一直到大选 我们的总统就职的那一天 简单的打算一下 就是说有一种的这种问题 或者不叫困惑叫问题 就是说你们祷告 到底做了什么行动呢 也就是说好像把祷告和行动分开 祷告有用吗 你们看到祷告的 我提这样的问题不是说 我自己不了解 我对我们代祷者非常的了解 他们非常大的能力和果效 但是从人的肉眼来看 第一个就是说祷告有用吗 如果祷告有用 为什么要发生这些事情 第二就是说那你们的行动在哪里 这个可以简单的反馈一下 或者你们怎么样看这样的问题 我们在方方面面都做出了行动 也在一个被拖宽的过程 因为我们过去也是受很多 这个传统的一个影响 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参与政治 我们要夺回这一座山 政治这一座山 但是我们却不参与政治 我们除了祷告 好像我们不做别的 其实不是这样 我过去四年前的大选 我们很清楚是神的旨意 是川普 所以我们就拼命地祷告 但是我们对于美国的宪法 还有很多美国的这种政治 各方面吧 我们基本上是不太去看 就觉得我们一味地祷告 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今年 我们是做出了很多的行动 我们包括对于国会 三权独立 我们认识这个宪法 我们还专门把这一些东西 全部印出来 然后我们study 我们学习 我觉得在祷告的事上 这个让莉莉牧师来谈会 祷告你们到底看到什么 到底有没有对时局 对人心 对思想 到底有没有影响 我想 如果我们的祷告 不发生任何事 我想我们也没有办法 再这样子 从而不讲话 不行事 我们为什么说 我们为什么说 创会 是基于我们学习认识神的旨意 我们华牧 路牧师已经讲了多少 已经快一 九个月了 都在讲三点一线 如果是我们真的从这一些 神给我们的诸事马节 各样发生的是我们的祷告 去看 从开始筹备大选到今天 我们就知道 神很多时候留下一点一点一点 那已经不是三点一线了 已经是 也不是九点一线了 可能就是二十七点一线了 但是 神把这个得胜交给教会 什么意思呢 神把他的心意 释放给教会 叫教会知道他的心意 还需要教会 同意 若是教会不同意 神也不能做事 所以怎么同意呢 这是我们代导者起来 宣告 宣告他的旨意 为他的旨意 除掉拦阻 这就是我们代导者 所需要做的 捡去石头 扛起大旗 为他的民 开一个通畅的路 这是我们 现在我们的代导 特别 侧重的一个方面 就是为神的一个旨意 挪去石头 一方面我们悔改 为着美国今天 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光景 我们悔改 很深的悔改 但另外一方面 我们又领受神的怜悯 他的救赎 借着基督的救赎 把一切失去的买书回来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宣告 我们需要把基督所成就的 要宣告出来 把神所要做的宣告出来 我们借着这些宣告 我们确实看见 整个灵界成就 物质界就成就 所以我们 事实上我们是很有信心的 但是我们却需要祷告 就是代祷是我自己的看法 是特种兵 是空降兵 那当然作为一个属灵生 这还有很多的大兵 大兵就是他不是特种兵 他就是地面的 所以王长老可不可以从 这个一个教会 一个弟兄姊妹 长老这个角度 到底祷告有没有用 特种兵不一样 他们进入灵界 他们所看见的 是跟人一般肉眼 看见的是不一样 灵界动了 地上就动 这个我们根据圣经的真理 这个教会的历史 都是这样的 那从大兵的角度 王长老有什么样的 看见吗 感受吗 我们教会的祷告 到底祷告了20年了 30年了 从来没有断过 教会的祷告会 到底有没有用啊 对 我觉得肯定 祷告是有用的 我们也看到 很多祷告的效果 但是呢 祷告最后一定是要 落实在行动上的 所以谢谢朱牧师 我就是个大兵 挖战壕 所以我是觉得 从教会的这个角度上讲 教会一定要建立这个信徒的 什么事情都是以圣经 所有的我们的面对的事情 都是以回到圣经里边 回到圣经的真理里边 我们的合一 只能是合一在圣经的真理上面 所以我觉得教会对信徒的 所有的 这个培训 应该是牵扯到 回到圣经上面 对现在社会面临的事情 教会有一个 这些是教会可以做的 不是违法的 对教会面临的 现在社会上面临的事情 按照圣经的原理 我们做出讨论 和最后达到共识 这是教会需要对 我们的信徒 就是我们的 做这方面的培训的 不能教会不敢谈 这些现在我们面临的 问题和挑战 不然的话我们就是 纯粹是在教会里边 我们的灯就是 把教会那点照亮 或者是就是在 就是在斗底下 但是呢 社会最终是影响到我们了 社会影响到我们的 最后也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了 所以我们肯定是要祷告 但是我觉得很多是 我们祷告完了以后 是该挖战壕的 是要挖战壕的 该在 该做一些具体的事情 作为一个当地的教会 应该是 从着圣经的原理出发 对很多面对的事情和挑战 我们做出 我们回到圣经里边 做出一致的结论 包括我觉得 刚才两位牧师也在分享了 说民主党更关心穷人和弱势群体 我觉得这个说法不见得 就是可以再细想 民主党里边的很多人 他们就是一个 就是美国很多人选举的时候 他就是一件事情 我就认定这一件事情 其他事情我就不管 我就按照这件事情来做 我的同学 投票 比如说 说民主党 关心穷人和弱势群体 我可以说 民主党里边有很多人 包括在教会里边的 民主党的人 他们觉得 关心穷人 是他们最主要的 但是民主党作为一个整个党派 已经是绑架了人们这种 朴素的感情 制定出他们一系列重要的战略和方针 那么回到根基上 民主党的党魁们所做的政策 就是人们一定要贫穷 而且要把他们保持在贫穷的状态 然后这样贫穷状态的人 永远会投民主党的票 听他们的话 所以终归说 人们已经忘记了 到底是那个 基本的 基本的就是说 到底是给这些人 不断的吃送鱼 还是教会他们钓鱼的 这个很简单的道理里边 那么民主党作为一个党的 整个的战略 他们的方针 就是说我们永远给他们送鱼 让他们永远都要依靠我们这个鱼来活 所以他们必须投我们的票 我觉得他们已经是绑架了人们朴素的 那个爱 就是说那个爱 照顾穷人的那个爱 把他们绑架起来 永远他们就会投我们的票 这是作为一个党 它是那样的战略的方针 所以它只能是把一个国家 必须把一个国家搞得越来越贫穷 越来越贫穷 越来越依靠这个政府的救济 这样的话政府的权力就不断的作大 这就是我觉得是可能是需要 我认为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说这么多 实际上有很多的事情 当地的教会是可以做的 包括具体的事情 教育下一代 教育按照圣经的原理 会对这个信 特别是信信主的 进行圣经的原理的 这个世界观的教育 王长老刚才提的这个 是非常重要的 神创造人 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人是有创造力的 人是尊贵的 人是有工作能力的 他有治理能力 但是 按照民主党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他剥夺了人民的这个创造的能力 他剥夺了他们的尊重 所以这也是我跟我儿子在谈的时候 我所谈到的一个点 神创造我们是给我们有能力 但是民主党让人没有能力 每一个月我都拿500块钱 他不只我们是是多少钱 我也不太记得了 就是他给800块 那但是共和党说 我只给他一半400块 让他另外400块 我们让他 我们400块给他 让他免于住不起房子 但是他能够住得下房子 他要去找工作 他要去养活自己 但是民主党我给你800块 那给我800块我就不需要生活了 我不需要工作了 我就永远依赖政府给我钱 因为人的罪性和那个惰性 他是不愿意去工作的 我们人神的创造 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创造力 并且有一个能力 能够治理这地 但是我们不用 我们以为说我们拿了政府的钱 你看我今天多便宜 多好 我都不要工作 这个是绝对错误的 这个是想让我们 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们的国会议员 前国会议员 他有一次拿一个磁带给我听 那个磁带是 就是总统 有一位总统 召集所有的基督徒商人 到白宫去开会 然后就请了一个著名的讲员 这个是世界级的 所以这个讲员就说 基督徒商人的神圣责任 神圣使命 是把穷人从穷困中解放出来 我当时听了吓了一跳 我说这个叫圣经世界观 从来不知道 我从来听说的就是无伤不坚 对吧 所以在我们根深帝国 遇见任何的商人 我们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我们就说财主进天国 比骆驼砖真也 我说这种的毒害 这种的无论是社会上的毒害 文化上的毒害 还是对解经上的歧视 我们教会当中的 各种的做职场 做商贸的这些 他们也被压的 所以我当时我整个人就 哇这个叫解放军啊 所以我们如何的让人里面的 这样的一种的素质 这样神的形象能够发挥出来 活力能够出来 给他们自由 给他们 这是非常的关键 这个就是教会的使命 我昨天还在跟一位弟兄谈 这位弟兄其实在国内 他很来美国很痛苦 他都根本没有想到 美国是这么难 在国内五六年 他就是喝茶 天天就是喝茶 他说这个人完全是惰性了 完全是惰性 来到美国被神彻底的摧毁 好痛苦啊 是这样的 他每天他就喝茶 喝了五六年的茶 当然肯定还有别的地方去喝酒 他说这个人就废掉了 但是每天就拿工资啊 生活得非常好啊 所以这个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从圣经的世界观里面 我们来看怎么样来看 是吧 来让我们整个人的活力 创造力 神的形象 这样的一种能动力 在这样的能够彻底的被解放出来 这个就是教会的使命 刚才王长老在谈的时候 就讲到 看到我们教会是非常的一致 我认为我们教会是 北美华人教会的一个典范 事实上北美华人教会 最早的两间大陆背景的教会 因为大陆背景的教会是很难的 北美最早的两间 这个这是庄主坤牧师 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发现的 北美包括加拿大 最早的两间华人教会 是大陆背景的 一个就是多伦多圣经华夏教会 一个就是西墨西哥 阿卜奎基教会 是庄主坤牧师亲口跟我讲的 这两间教会是最早的 连苏文峰牧师都是讲 没有看到你们这个教会 所以它是一个典范 所以我们今天来参加的 都是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 虽然他们有国度的事工 那从王长老的角度 你觉得 这个我们地方性的华人教会 有哪些的突破呢 在这样一个 我就说我们教会吧 我自己的体会 神对我们教会是 在这之前是有预备的 这个预备 我自己的感觉 清楚的知道 就是我们教会 至少有一些组 是回到了 就是说安提亚的这一套 培训的教材 让我们在处理 所有的事情上 我们回到圣经的真理 基本的真理里面去 这样的话 只有你回到圣经的 基本真理里面去 来讨论一个事情的话 你最后才能达到 一个共识 不然的话就是吵架 吵架是因为 我们不回到圣经的真理 而是完全看中 自己的这个观点 当我们 我觉得神对我们教会的 很多预备 包括我们组 我觉得我带的这个小组 我们为什么能有 一致的共识 就是因为我们这几年来 在这个安提亚的 培训课程里边 我们是回到圣经里面 去看圣经 对这件事情 是用圣经的原理 来怎么样看待这一件 一些面对的事情和挑战 那么我们就能够达到共识 所以我觉得 很多地方教会里边 觉得一谈政治 就会产生这个撕裂 或者分裂 是因为大家没有回到 圣经的基本真理里面 去来看待这些面对的问题 其实华人教会 不是没有回到圣经 但是呢 它是有一个神学 所以在神学里面 就产生很多的争议 还有刚才王长 就回到自己个人的喜好 一个是个人的喜好 一个是社会上的思潮 一个是神学 神学是好的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都是 在不同的时代 建立的神学 去回应各个时代的问题 那借着这个神学的观点以后 神学之间是越分越细 越分越细 下个星期呢 这个时候我们会请一位弟兄 蔡选卿 弟兄 他在这个方面 有很长时间的思考 几十年的思考 他发现人越进入神学 耶稣变得越小 人的心胸思维变得越小 然后就产生争论 但是回到耶稣呢 这个神学还是在 但是就是耶稣变得越来越大 人的心胸变得越来越大 所以的话呢 这个里面 我们一定要知道 神学是好的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 所以为什么说 安提亚呢 是有这样一个 国度性的框架 回到神原来的心意 回到圣经自己的解经 是这样的 我们自己的教会 在领袖团队里面 也差一点出现撕裂和分裂 不是因为社会 而是因为教会的方向 教会的 所以感谢神 我们在教会里面 花了两年的时间 查经 就是查经 这个教会就回来 回到同一个 这是神很大的一个恩典 也是我们的一个实践的经验 那这个刚才 莉莉牧师提到 就是说关于 这个属灵征战 我们基督徒是从属灵 征战的角度 从真理的角度来看这个 那么现在有很多的提法 这个提法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是有些人的一些的想法 或者人的一些看法 这个都没有问题 我们也很尊重 在各地的华人 包括基督徒 各种不同的平台 他们经过各种的苦难 他们有一种敬天的意识 他们有一种敬畏的意识 我们都认为了 都是神所兴起的 都是神所兴起的盟军 就这样的 讲白了 圣灵的启示 这个人类历史上的征战 锁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是你看懂了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 你就看懂了今天 如果大家去看我 那个三分钟的视频 叫另类战场 另类战场 所以神现在打的这个仗 是心思的仗 还不是心灵 心思的就是思想 就是全世界恍然醒 恍然醒悟 恍然醒悟 但是不断的 这个征战什么时候打赢呢 就是人心 所有人都恍然大悟 我们受骗了 这个仗就打赢了 我就把结局告诉大家 现在是打到什么地方呢 现在是打到 这一个突出不战 现在是已经打到这里来了 Battle of the Bulch 现在就在今天是打到什么地方 巴斯洞 现在就是巴斯洞 所以大家如果明白 他的战局会怎么推的 怎么结局 就在巴斯洞 就在这个地方 如果大家明白的话 巴斯洞是最后一战 全世界就改变了 如果大家明白的话 这个就是圣灵的启示 都对不让你摆到 进去 去 往重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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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